网友拍摄到一只大狗 每天都会帮行动不便的 残障中年主人买菜 每次出门 他都会用嘴巴叼着一根木棒 两边都放着食物 网友后来跟着这位主人了解到 原来这只狗狗是他几年前 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德国牧羊犬 因为他自己身上有残疾行动不便 所以狗狗都会陪他出门买菜 虽然日子并不富裕 但是从来都没有委屈过狗狗 主人和狗狗一起生活久了 他要做什么 狗好像都能提前知道 简直就是心灵相通 后来主人说了一件感人的事 有一次路人看到狗狗非常可爱 于是就买了两根香肠给他吃 但狗舍不得吃 还把食物放到主人的面前坐下 他顿时感动至极 还跟狗狗说 这是别人买给他的礼物 如果他不吃就会被别的狗吃掉 这样这只大狼狗才乖乖的把火腿肠吃掉了 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不会在意您是否有钱或者贫困 不会在意生活是否奔波或者安定 他们只要有你陪伴就会感觉非常幸福 祝福这位主人跟狗狗一直幸福生活下去 俗话说得好 人见人穷 绕着走 狗见家穷 使相守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点赞 猫狗快讯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宠物视频 谢谢